成一大厂巨洋7月份的营收年增将近一成突破了14.8亿元 预期下半年产品价格以及毛利率都会优于上半年 更加速了产能扩充计划 他们扩大在越南印尼还有柬埔寨的生产规模 目标到2017年年产能能够要升达到2300万大 这个数字较今年成长一倍 聚焦高单价市场主流产品 成一代工大厂巨洋 收费客户新货上市前扑获需求 推升7月营收维持高档水准 来到14.81亿元 年增值逼一成 累计上半年营收84.2亿元 以目前股本16.76亿元计算 每股税前盈于约4.8元 在座有很多的合作 我倒是觉得那个是未来 我们未来的两年三年以后的铺路 我们再进行 巨洋预期未来三年内 不论是毛利或是产品价格 都渴望缴出最漂亮的成绩单 另外近年来 全球生产基地逐渐转向东南亚等新兴国家 为了降低成本 巨洋也积极调高越南 印尼 柬埔寨等三大地区的生产占比 很多公司都转到别的地区嘛 对不对 营收啊 你可以做一些改变 分散市场 其实还也是把风险给分散掉 其中巨洋在印尼 第三宝龙的两座新厂以及柬埔寨的代工厂 将陆续在第三季投产 供应日本美国新订单需求 在三大主力生产基地的扩产下 预估2017年产能将从今年的1100万打 倍增达到2300万打 巨洋的布局效应 恐怕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发酵 Fresham关于台北报道